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 我们进一步来看 大陆方面两会的一些人事相关的布局 当然重中之重就是李强 李强呢 根据先前的预测呢 他有可能就要继续的来接任 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总理 接替李克强 李强的基本资料是这样子 63岁是浙江人 他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的这样的学历 另外呢 他也曾经拿到了这个香港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的硕士 洋洋洒洒 特别是在党政党职方面呢 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资历 那有人说呢 这次要接替李克强 来变成中国大陆未来的新任的国务院总理 是不是仕途大开呢 不过台湾方面也有媒体 就特别把李强跟之前的一些大陆的总理 这些国务院总理的做了一些比较 他说内定的 就是由自由时报总编辑周景文 他就评论了 他说呢 内定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 绝对不能和李克强 或是早些的温家宝 甚至是朱镕基等同适之 而且他也提到了说 中国的经济谁来办 两个这个内定的副总理呢 预料会担任非常重要的责任 现任的政治局委员 发改委主委呢 何立峰是补强的角色 而金融方面则认为呢 会交给办公室主任丁薛祥 所以呢 李强 何立峰 丁薛祥 他也同样提到了 这三人之间的 有没有一个互信的机制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 在两会呢 大家都关注的 国务院总理 接下来李强即将要接任 但是大家也在开玩笑的说 李强 李克强 差一刻 但是差在哪里 吴越老师您观察 我想第一个最大的差别 2007年准备要定 谁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接班人的时候 那时候李克强是被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那习近平他是什么 中央数据就是常务书记嘛 是 那后来十八大2012年接班的 李克强果然升任总理 那习近平担任总书记 所以第一个很明确的 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 这个他显然他不是习近平拍板定案跟亲自挑的人 但是李强是百分之一百 他是习近平亲自挑的所谓的国务院总理 从上海市市委书记 直接做直升机 而且升到党内排名第二 比原来赵乐际 比原来王沪宁这些早已经比他做了五年的常委 还要排名更前面 所以第一个 为什么会这么受到赏识 对 因为他把国务院总理的位置 希望能够加重 而且某种程度来讲话 北京方面来讲话 也有多重的考虑 是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话 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如果万一习近平有什么样的闪失 当然理论上是不会 那谁来接替习近平 怎么可能会让王沪宁来接呢 因为他完全没有所谓 省市委书记一把手的担当 那像你李强来讲话 做过所谓江苏省省委书记 上海市市委书记 所以第一个 李克强跟李强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一个是习亲自点选挑的 一个并不是习亲自点选挑的 所以第一个 信任程度一定很大的不一样 是 那第二个其实 那个李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是什么 他除了出世里浙江之外 他担任过温州市的市委书记 43岁就做了市委书记 这是温州市大概见世以来 三四十年来最年轻的所谓市委书记 那浙江是全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最发达的 那温州又是民营记浙江当中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他有他的所谓的考虑 第三个应该这样来看 中国大陆的分工丁薛祥绝对不大会去做什么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这个有点胡扯了 因为中国大陆最高的所谓的经济的决策机构 如果是财经的 是中央财经委员会 这个主任委员一定是总书记习近平兼的 亲自来抓 那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一定是将来即将出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最重要的 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那一定是何立峰 就算刘鹤他本身虽然在国务院总理排名是很后面的 但是国务院排名总理后面 但是他由于接任什么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 当然是代表什么 代表具有决策词权嘛 财经一把手 财经委员会里面一定是什么 一定就是习近平在最后的拍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大概知道说 李克强跟李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大家总是说李克强 当然他是北大经济学博士 那他的老师是李宜玲 那李宜玲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 他是大陆方面最公认是一个所谓市场派的学者 所以说他是一个改革开放市房的学者 那大概上个礼拜刚去世嘛 你可以看到说 那因此什么 因此李克强他以前比较多的经济学的观念 比较奉行市场经济的概念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对经济的看法 它是什么 它是第一个既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个更重要的 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第三个他推动共同富裕 所以20大只有这三条政策跟主轴 也代表什么 代表总理作为一个这样一个重要的执行者来讲话 现在跟以前在很多作法上来讲话 都是最终拍板是习近平 但是在很多的执行上 信任程度跟授权等度一定大大不一样 在执行的力度上也会不一样 两会之前这个二世界二中全会 在28号是在北京先闭幕了 然后特别通过了这个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 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上 向全体人员说明说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草案 他特别提到说 这次的改革针对性比较强 力度比较大 涉及面比较广 触及的利益比较深 这四个重点 那台湾联合报就分析说呢 五年前习近平首度机构改革 有一些设想呢 并没有成为现实 这次的机构改革呢 看称是最大的这个看点 那所以在习近平的改革 这个机构上面呢 具体会落实在哪些层面 大使您的观察是 当然我看那个港媒 也有很多报告啊 他们讲的比较简化 一个是刀把子 一个是钱袋子嘛 那刀把子就是这个公安部 这个还有这个国安委啊 这些都要往党中央集中 那么其实 中国大陆的体制 基本是党管政策 这个政管执行啊 所以现在这个政策看起来 尤其这个安全方面的啊 这一方面全民要往 要往党里面走 决策再抓回到党里面 第二个就是说 大陆曾经在过去 曾经有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 党里面有这个机构 可是2013年以后 他才撤了 是 那这次可能要恢复 那习近平也讲了 这基本上就是 他现在大方向是强化 党中央集体统一领导 是 所以这个看起来 是往这个决策权 再增强党中央的决策权 尤其现在牵涉到 治安 然后呢金融 这两块是特别突出的 那当然这次这个机构改革 中央党籍这个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 现在应该是在二中全会 前上个礼拜开的 已经确定 可是还是很保密 基本上我看要到 要到这个两会开会 才会公诸于世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推测 那么这些我都是看到 外界的在推测 那么就是刀把子 跟这个签带者 外界另外关注也是说 这个机构改革 跟社会还有经济之间的联动性 中间的一些关联 委员您的看法是 这个还是要说一下李强 因为李强已经以常委身份 办过一次记者会 我觉得他那次的讲话有一些蛮有意思的 他说中国未来是需要三只手 一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 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 还有社会自治之手 这很有意思 我第一次看到把社会纳进来 说政府市场跟社会 那 不只要有市场活力也要社会活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新的点子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浙江的经验 因为你看他的经历 从温州到京华到浙江 然后到上海市 坦白讲你说以他这样的经历 浙江省的人是蛮自傲的 坦白讲我去过杭州很多次 他们对于他们老百姓的素质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你说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 那刚刚那个自由司法的文章就很奇怪 你去对比温家宝跟那个李克强 温家宝的经历 他当了七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 请问他接触了哪一个 具体的经济事务 那接下来他就接了国务院副总理 他基本上都在中央 那你怎么会觉得他接地气呢 接经济的地气 然后你去盖李克强 李克强的经济是辽宁跟河南的 省委书记 辽宁跟河南怎么跟江浙比 所以我说你 不在同一个层级 对啊 我是说如果就民营经济 刚刚我们吴约兄讲的啦 还有就对世界经济的 比较有这个先进的看法 我认为李强的认知应该超越前面那两位啦 OK 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关注 除了两会以外呢 当然现在中美竞争之下 中美台三边的问题和关系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在这两天要登场的两会呢 大家最关注的其中之一的重点呢 就是台湾会不会被提到 因为中共两会会如何来处理台湾问题 因为台美一再挑战红线 最近呢看到中国大陆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相关的回应呢 中国方面呢是特别提到说 在先前就不断地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 而今年呢特别大家在关注的是 蔡英文总统呢 会不会过境美国的问题 还有就是美方 这个新任众议院议长 McCarthy有没有可能访台 虽然说有可能在台湾大选之后 但会不会就突然来一个意外之举 这也是大家在关注的 还有就是台美双方呢 签订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这个协议呢 目前呢 它的进度是如何 等一下会带您来关注 台美方面不断地挑战大陆的红线 Pelosi之前有访台 还有包括最近的美台军售 到昨天为止呢 已经是第九次的对台军售了 另外就是美国驻军台湾与否的这个敏感性的话题 我先请教大使啊 因为看到大陆方面 对于所谓的红线啊 并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回应 可是其实有一句话说 当不反应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事实上大陆已经在升高 对于美方对台湾的一些举措的报复行为了 对 那么我想就是说 在二十大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也把大陆的对台政策 又讲得非常清楚 尤其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情 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不容任何外国人插手 可是呢 我们前两天听到布林肯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发说 台湾问题不是内政问题 不是中国内政 台湾问题会是引导世界各国利益的一个问题 第一次听到 那就基本上就直接跟中国大陆的底线在冲撞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可以预期的 就是说台美国跟中国大陆在今后啊 可能立即就会发生 对台湾问题上会有很大的冲突 那么这边就是要看这个 蔡英文他怎么配合美国了 如果就完全配合的话 我想台海的危机会有一个接一个 那美国的基本上的 这个现在国内的情势也好 或者说美国拜登政府的这个 整个的战略目标也好 也是要透过台台湾好不断的挑衅中国大陆 挑衅这个挑战这个体现 可是你如果说你怎么做做的不 你有违反这个好 1979年建交三个建交公布啊这些好 就是说美中之间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共识 嗯 那个可是美国就是说他口头上说我有遵照啊 可是做法是另外一个 那中国大陆讲了很清楚了 就是说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 如果处理不好政治基础不存在 那一切就是好进入惊涛骇浪嘛 是 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会会越来越来的 就越动荡了 那会不会一下到惊涛骇浪 我觉得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提高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台湾的政治人物要谨慎 不要不要轻易的哈 尤其不要跟着美国的派子走 走下去的话 就自己把台湾这艘船 往这个台风中间去去开过去啊 一点都不明智 大使刚刚提到就是布林肯 他讲说这个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大陆的内政问题 这是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这也就是说他也在挑战中国大陆刚才提到的 一再强调的红线问题啊 委员你怎么看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说台美 还有说中美中美的是竞争台美的是合作 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3月2号提交一个2022年度工作报告当中 把这个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 列为他们的政策成果 但是大家也会想说 这个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真的会因为现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中美关系 就这么轻易的谈成吗 我们先讲美国做的灰色的行动 因为跟中国大陆建交那时候有三原则 第一个是断交 第二个是废约 就是共同防御条约 第三个是撤军 美国现在在每个领域都在做灰色行为 比如说断交 他不能承认台湾啊 所以我们的孤立雄跟武昭燮就进去AIT的总部 而且是公开曝光 对不对 那 蔡英文也在酝酿访美的一个 这个还没有成真 废约 共同防御 那照理讲应该不可以 那结果联兵营 两个旅挑出两个联兵营 现在去美国授训 撤军 现在要增加四倍的人力 可能是培训官或军事顧问 所以这个都是灰色地带 他不会说那个叫驻军 不是正式的军队 然后这也不叫共同防御 可是我协助他培训之类的 那这个当然就会造成 逐渐会有一些新的事态出现 事实上上个礼拜刚出现一个极严重的事态 就是美国三架B-52战略轰炸机进入台湾海峡 结果中国大陆出动19架 你也知道嘛 就是歼10C 硬把他要把他逼 逼他迫降 19架机队 他就跑掉了 因为机队才能逼他迫降 这个是空前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件 然后还有比如说洛克希德马丁 列入不可告十里期间 他直接连动到对台军售 这个都是空前的 所以今年之后我估计还是会越来越多 那至于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坦白讲 要看实际内容 因为如果没有关税跟市场的开放 那市场有些项目对台湾不一定有利 比如说要不要开放台湾的国营事业 因为这个也是美国想要列入的项目 还有农产品 电子商务 那台湾目前得到 我知道比较明显的是贸易便利 贸易便利这个事实上不难 就是光物上的特殊管道 你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市场 那其他还要看具体项目 因为现在整个文件还没有出来 那理论上的话 谈的话应该是要符合 并且满足台湾方面的利益才有得谈 这个叫做没有谈关税的双边贸易 这个街道史是专家 BTA BTA坦白说 对台湾你要看具体项目是什么 对 我们今天聊到包括像 中国对美国 还有包括说现在是美国对台湾 那以及中国对台湾 OK 今天提到很多的是两会的部分 刚刚也提到说 党和国家改革 机构改革 那在这一次二十届二中全会呢 提到说党和国家改革 机构改革的方案 那特别在当中 有涉及到港澳系统的部分 是要加强中共中央对港澳工作 集中统一的领导跟管理 新岛日报就引述说呢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呢 可能会升格扩权 然后不排除呢 由国务院办事机构 转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 就像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跟国务院台办 那成为同一批人马 但是分成两块招牌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变革之下 标榜一国两制之下的高度自治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未来 我想首先第一个要理清 那把有关于港澳办 国务院的港澳办 在中共中央设立一个港澳办 其实把两办合一本身 这个严格转不算是所谓的升格 更谈不上扩权 真正港澳工作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很清楚 中央叫做港澳工作领导小组 然后国务院的港澳办 那香港跟澳门各有所谓中联办 它是很清清楚楚的 那在扩权的时候 什么是最大的 其实在20代以前来讲的话 在香港所谓的 缓修例或者缓条例 缓送中的时候 那是最扩权的 就港澳办主任是由夏宝龙 副国级人来兼任 那港澳办的副主任当中 有所谓六位副主任当中 有三位都是正部级的 这个很罕见的 你现在查一查港澳办的办公室 港澳办的副主任 最多的两位 所以香港的问题的重要性 敏感性已经不弱以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会把港澳工作 所谓的扩权跟升格 我觉得是第一个过度是解读 但是怎么强化有关于 包括所谓的党政的 这样一体的有效运作 这才是关键的 所以强化党政的运作 跟扩权跟升格 这是两回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管这个怎么变化 你看夏宝龙最近的谈话就很清楚 他谈了七个必须 以及五个所谓的着力 七个必须里面这三条是关键的 第一条必须 不管将来怎么讲 一国两制 这是一个基本长久不变的 这样主要的政策方针 第二个 第二个必须很清楚 必须要坚持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跟香港的自治权相互结合 第三个一定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傲 所以讲一千条讲一万条 这三条才是主要的原则 重中之重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香港本身会有过度去解读 但是我认为说很清楚的 从中共中央的决策阶层来看 大家可以等着看 未来的港澳办主任 是不是仍然是有所谓副国级的人 来自于出论 还是会回归到常态 那未来的港澳办的副主任 还可以到达扩编到六个这样一个非常态 而且有三个政府级的吗 我看这个激励应该微乎即微的 其实最近还有另外一项人事 是在美国这边 大家也在关注 我请大使来帮我们看 就是这个罗拉 罗森伯格 罗拉 罗森伯格 他是宾州州立大学 他的学历 然后是主修社会学 心理学 女性研究 那另外是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和平 还有冲突解决硕士 还有一些重要的经历 我们为什么提到他呢 是因为呢 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会 宣布说原本的理事主席 莫健在20号退休 那接下来就是由他来接 那为什么他来接呢 大家说是因为 布林肯这个推荐 而且是建议 由他来接任 新任的AIT的理事会主席 主要是因为 他跟布林肯的这个关系 布林肯在担任副国务卿 还有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期间呢 这个罗森伯格呢 他就是他的幕僚长跟资深顾问 那我想问的是说 秦大使告诉我们 他的作风 您觉得他上任 变成新的AIT主席 之后他的作风 会跟前任的有什么不一样 对台美关系之间的影响会是什么 他作风完全不会影响台美关系 因为他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退休的人 去担任的职务 都是退休外交官 我跟你讲 他原来的老板是苏利文 他是国安会的 那他原来的位置 比现在的位置重要一百倍 他是China and Taiwan的 Senior Advisor 这个基本上跟国务院 基本上差不多是亚太住亲 或者东亚事务副住亲 这个阶层 那如果说他跟这个 跟这个布林肯关系很好 那以他位置 到国务院 起码给他一个副住亲吧 怎么给他一个养老的闲缺呢 所以我觉得 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解释 他这个任命 说他 第一个你知道AIT 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机构 他是属于非官方组织 过去所有的这个缺 都是国务院退休的外交官做的 所以他这个年纪 就去搞一个退休的职缺 我觉得他是被贬官 被贬官 而且如果说 对如果说 布林肯要重用他的话 以他现在在国安会的这个职集的话 应该起码是东亚副住亲 应该拉进国务院 应该是东亚副住亲 那如果说他这个只是一个过水的话 或者东亚副住亲也有人 我们还值得观察 要不然就是他已经失事了 他第一个绝对跟他的现在老板搞不好 就是说 跟他现在这个好 苏利文搞不好 因为苏利文负责 中国事务 基本上就是他 他现在从负责中国 中国 台湾好了 可是你看在美国的政策分量上 中国事务是重中之重 那现在放到 放到还负责台湾 而且也不是国务院负责台湾的 这个一把 也不是一把手 就是第一线 他跑到这个退休单位 AIT的总部 那你要看看在 在一个 就是吴钊燮去的 在Virginia州 就一个商业办公大楼里面 就跟一个公司 一个小公司一样 OK 那他去坐那边投 而且他没有办公司 你知道以前那个柏睿光 他做AIT理事主席的时候 他长期住在夏威夷 有事了 什么大事他出来 就是什么 李登辉 就是阿扁过境 他去接个飞机而已 就这个角色 AIT AIT还有秘书长 他是秘书长制 理事长的话 没什么权 这是大使的观察 我已经觉得 而且以我们现在都可以 直接见到 国务院的高官 他来讲 秘书长制度就没有 不像以前 这个第一线 这个角色 富丽雄这次去直接见到雪范 对不对 还有国安卫的副顾问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 AIT理事主席 没有一个重要 只是说 钱老板安插个位置给他 是我们 我们这边的 蔡英文故意 把他搞得很重要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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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23 22 21